巴士一词是地道的成都方言 标榜着成都生活的一种状态 这个被解读为安逸舒适的方言词汇 传达了成都这座城市独有的文艺和浪漫 在这片巴士的窝土上 不仅有金沙遗址 武侯祠等文化遗存 还有像明月村 蓝鼎艺术区 明堂等文化创意产业 助力成都建设中国西部文创中心 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些巴士的文创项目 这里是距离成都九十公里的明月村 青山秀水中 掩映着一段一千多年的制陶历史 如今 这里仍然保留着四口古窑 是古代名窑 琼窑的一部分 2014年 明月村被正式命名为 明月国际陶历村 李青则是明月村华丽转身之后的第一位新村民 这就是我们做了明月碑 咱明月村的伴手礼 这个是明碑 这个是月碑 一大一小 相当于一张 李青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也是鼠山摇品牌的创立者 三年前 李青看中了明月村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将自己的工作室搬了过来 在这世外桃源中 李青探寻这巴蜀文明与现代桃艺结合的创意之路 这个斗笠碗呢 是起源于宋代的一个造型 我们做的斗笠碗呢 像鼠山摇和先生做的东西呢 取新意 但是实际上 在它的尺度上啊 它的审美上呢 更接近现代的 现在的审美 茶山竹海松林 浅秋明月博物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的明月村 有着七千多亩生态竹林 和三千多亩生态茶园 既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古老村庄 也是一个经过科学规划 悉心达理的文创新村落 近四十个文创项目 散落在这里的茶谷松林间 这个明月村呢 它就是个典型的一个 就是说文创作品吧 这个来明月村 实际上是我觉得是个必然的 因为它这个国际陶一村 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远见的东西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比较好的空间 有文化底蕴 有传统历史 正在打造西部文创中心的成都 不仅有深厚的人文历史 这里优质的生态环境 也为艺术家们提供着 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成都东边 在一处由白鹿湾湿地公园 4A级旅游景区 和唐月色 以及幸福梅林所环抱的 艺术聚落 画家郭艳开始了新的创作 郭艳的画室 位于成都蓝鼎艺术区 2003年8月 周春牙 郭伟 赵能志 杨勉 四位艺术家 在成都机场路旁的 闲置厂房成立了一个工作室 因为厂房有着蓝色铁皮屋顶 故取名为蓝鼎 蓝鼎艺术区 迁移到现在的位置 两年之后 14位国内顶尖艺术家 进驻新蓝鼎 其中包括周春牙 何多灵等国内知名画家 蓝鼎也因此被誉为 中国西部最大的当代艺术圈 蓝鼎这边这个艺术区 实地公园中的工作室 这可能是每个艺术家 就是梦寐以求的 我都很多外地朋友过来说 天哪 这在国外都不可想象 你这完全可以做一个私人美术馆 2008年 作为第二批入住蓝鼎艺术区的画家 郭燕从此在成都扎下了根 在位于蓝鼎艺术区内的这栋 400平米的房子中 郭燕陆续完成了 他个人职业生涯中 最重要的几个系列作品 这张是现在在欧洲巡展 我的一件用500张 就是过期作非的身份证碎片 做成的一件汉服 觉得这是中国人的ID 因为汉服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 今年46岁的郭燕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 他的多幅作品被收藏在中国美术馆等画廊和艺术机构 也曾多次在海内外参加重要艺术展 并举办个人作品展 这张呢是当时我在7982008年11月1号 在798做的一个个展叫紫托邦 这张呢就是在上海张江美术馆 我做个展的时候 布展的时候找到一张照片 当时就是把整个展场布置成黑的 然后作品在里面就像放电影一样 又有一些装置 有一些油画 在兰鼎 老一辈的艺术家 带领新一代的艺术家一起做展览 是兰鼎的一大特色 郭燕和普鹏 就是在一次连展中相识的 有着闪男女性特有的豪爽性格的郭燕 十分欣赏这位来自云南的 遗族男孩细腻别致的画风 很喜欢你的画的 你的画细节多 你的画用的手法丰富 也做了很多底色的一些处理 有这个想法 刚好我那个啥 新画册我送给你 好 谢谢爷爷 来 普鹏已经在成都生活了三年 在成都蓝鼎艺术区的青年艺术村 他结交了一群来自全国乃至全球各地 热爱艺术的朋友 青艺村的一个状态 给我的感觉是 很多画画的人集中到一块 有年长的 有同龄的 也有相对年龄小一点的 那不同年龄段的人 有时候交流 尤其是志同道和画画的人交流 其实都会形成一种碰撞 蓝鼎艺术区 不仅是艺术家们居家创作的宝地 也集结了雕塑 陶艺 版画等相关的延伸行业 将这里打造成当代生活工作一体化的 文化创意艺术聚落 我自己的感受呢 我认为成都确实是非常好 艺术氛围是非常好的 一个城市能留这么多的艺术家 可能还和他们对这个文化的重视 推动有关系 所以成都真是很难得 可以扎下根来画画 我觉得还是很幸运的 在充满艺术气息的成都 不仅有像蓝鼎这样 散落在城市周边的艺术聚落 还在市中心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文创聚集地 为无数在成都发展的文创人 提供了实现文化创意的平台 80后成都艺术家庞凡 毕业于法国索邦大学人文艺术学院 他的作品完美融合了东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涂鸦艺术 这种充满东方禅艺的涂鸦画作轰动了巴黎 如今他的作品已经成功打入了欧洲两家最富盛名的画廊 而他的画作也成为了成都文创街区 奎兴楼街最具标志性的元素 我们的文化已经可以输出到国外了 像奎兴楼街 像明堂其实就是一个成都这样的一个文创 或者是支持新兴艺术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明堂青年文化创意中心位于成都著名景点 宽窄巷子附近 他的前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都社会大学的教学楼 2014年以来 明堂搭建起了文化创意人才聚集交流的平台 如今已经吸引了33个文创团队入驻 与300多位艺术家设计师建立合作 唐凡就是明堂邀邀邀入驻的艺术家之一 一个立项的这么一个结束 它本身让人看到之后 人就会有一个仰的动作 就像你看天一样 就会心生敬畏 最近为了对明堂的二期工程进行创作 庞凡专门从法国回到了家乡成都 而他这次的作品中也加入了不少成都元素 这次给明堂创作的新的作品 表现出来的那种创意思考有关系 竹子它首先就会让人想到熊猫跟成都 整个中国的文化都是密不可分的 让市井文化与艺术创意相得益彰 不同的文创基因在明堂交流汇聚 创造出了一个兼具天赋文化与国际化特色的市井创意街区 这里不仅是文化消费的聚落 更是文创产业的孵化地 今年8月在香港举行的川港澳合作州 成都文创专场推荐会上 成都正式发布了西部文创中心建设行动计划 9月成都波兰文创专场对接会 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 双方共计40多家文创领域的企业 进行了现场商务洽谈 如今成都正在打造西部文创中心 无论是庞凡这样具有国际范儿的当代城市艺术家 还是根植于蓝顶艺术聚落的画家郭彦和普鹏 亦或是李清这样 在传统文化中寻求创新的工艺大师 都在成都这片创意沃土上 实现自己艺术梦想的同时 不断彰显天赋文化的时代风采 让成都享誉世界 在传统文化中寻求